有了这个生成网络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了 就是说一张输入图像啊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经过了咱们的一个生成网络 然后再跑到那个VGG里边 和它不经过咱们生成网络 直接跑到VGG里边 咱们看一下它们特征图之间的一个差异值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啊 就是说咱们生成网络生成出来的东西啊 要跟它就是直接放到VGG里边 直接在它高尾上提取一个特征图 它们是越接近越好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做这样一个事啊 看一下就是经过我们生成网络 和不经过我们生成网络 它们之间带来的一个差异值啊 是有多大的 首先呢咱们在这里啊 还是继续去写啊 我们现在是这块 它是经过了一个生成网络 然后经过了生成网络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把它再经过那个VGG网络 然后算它一个在特征图上的一个LOS值啊 所以说我再给它签经过一个处理 就是说在经过这个VGG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给它经过一个pro 这个就是一个预处理的操作 ess 然后呢把它呀给它传进去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算这两种LOS了 一个是经过咱们网络 一个是不经过咱们的一个网络的 然后呢不经过咱们的一个生成网络啊 它就是正常的一个Net 这个正常的Net 它就等于是一个VGG的一个Net 然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VGG的一个Path啊 传进来就可以了 这是VGG的一个Path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传进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值 这个是咱们先写的 是一个经过咱们生成网络 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Path 它是先经过了这个Transform网络吧 经过完Transform网络之后呢 我们把它进一个预处理之后 然后再让它经过了这个VGG那个网络吧 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得到的这个Net 它是经过了就是经过了两个网络 一个是生成网络 一个是第二个VGG求Loss那个网络 然后呢我们可以算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Content Size 因为一会儿咱们在求Loss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去求这样一个Content Size值 Content Size啊就是说啊 咱们当前啊这个 咱们当前啊就是对于这个特征图来说 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小是多大的 我们在这里啊写这样一个函数吧 叫做一个Tensor的一个Size 就是说它Tensor不是有好几维吗 我们把这些维度啊呈在一起 然后最终啊得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Size值 它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我们要对谁求啊 这里啊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我们要求这个Content Size 首先我们就是一张正常图像来了 我们需要它跑VGG使用那个网络吧 所以说我们先求一个正常图像的一个Tensor Size 它是等于多少 正常的一个网络 我们看之前是有一个叫做Content Features里边 Content Features里边我们传进来什么 这里边传进来的就是说 它们是 它们是啊就是一个没有经过生成网络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Content Features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往里啊传这样一个值 传进来的值啊 就是当前的Content这个Layer 传到哪个特征图上 在当前这个特征图上 我们把它的一个特征值找出来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去乘上这样一个Best Size 比如说它咱们不是有Best Size等于4吗 所以说它的一个最终啊 它的一个Content Size还是跟Best Size成这样一个比例的 现在在这里啊 其实我还可以写啊 一会咱们再写这个Tensor Size吧 这个Tensor Size啊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图有长颗宽 还有Channel吧 我们把它都乘在一起 把所有的值啊都拿出来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Content Size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 可以去算这样一个Loss值了 但是呢 在算这样一个Loss值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先去 咱们就直接算吧 就是直接一个Content的Loss值 Content对于咱们一个内容 它的一个损失等于什么 内容的一个损失 首先来说 咱们对于损失来说 是有一个权重项吧 咱们有一个Content的一个外形 Nite值 WiGht啊 用它们的一个前面 乘了一个系数 然后再乘上它的一个真正损失值 然后呢 按照论文当中 我们先前面 它有一个系数2 然后咱们调啊 TensorFlow的N模块下 有一个L2的一个Loss 我们通过啊 这个L2 这像是一个正责化Loss似的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这样一个差异值啊 它是有多少 然后呢 求哪个差异值啊 求的就是说 这个Nite里边表示着 是咱们刚才啊 这个就是一张图像 先经过了咱们生成网络 生成出来一张图像吗 然后再把它的特征图 再通过VGG 把它的特征图提起出来之后 看它一个特征图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说 咱们先把这个Nite拿出来 这个Nite里边啊 和这个 这个Nite里边拿出来哪个层啊 它们拿出来的层啊 都是对应上的 第一个是对于这样一个Nite 然后我把它的一个特征图 拿出来就是两个网络的 然后呢 它让它啊 进行一个相减 跟谁相减啊 跟它们不经过生成网络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就是一个正常的输入 正常的输入 直接提起它的特征图 它的一个特征图的一个表现 我们拿出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正常的网络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Content Features 我们把啊 这样一个Content Features的 一个再拿出来 再拿出来之后啊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相减 相减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操作 就是咱们还要再除上 这样一个Content Size 除上一个Content Size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要算的 就是说 跟咱们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损失值啊 是跟咱们一个数量 是无关的 所以说咱们要跑出来 这样一个影响 我们再把这样一个 Content Size 除过来 就是所有的一个值的 一个个数 是等于多少的 那现在啊 我就算出来了 这样一个Content Loss 这个Content Loss啊 表达的含义 就是说 如果说一张图 我经过了咱们的生成网络 和不经过生成网络 最终 我在VGG上 再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它们在特征图上的一个差异 是有多大 我是不是说 希望这个差异值 是越小越好的 那么这一步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Content Loss的一个计算流程 那么这一步